台中10元銅板美食來了 之前有人推薦我說 台中有很多銅板美食是一定要去試試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馬上去看看到底有哪些10元的銅板美食吧 Let's go 第一站呢 先來喝飲料好了 8元的飲料 8塊錢喔 而且它好像是那種古早味那種包裝的 先來喝喝看洛神冰好了 這個就是洛神花茶對不對 對啊 這個很好喝 再來是一包冬瓜茶 這個冬瓜很好喝 我喜歡 這個很有古早味 而且它的茶很好喝 不會很澀的那種 它的茶就是很香 好喝 好 那我們趕快去介紹下一家吧 走 你覺得那個那個豬油拌蛋啊 跟肉粥都是10塊錢喔 然後呢我覺得它其他的乾淀也都非常的便宜 湯類啊 切盤類也都30元耶 其实他们家的外带是20元 所以一定要内容 内容的话才有10元 然后它的粥是属于那种米粒是粒粒分泌的那种 有点像饭汤啦 我们叫饭汤 有点像那个塔泡饭的感觉 这也是有那种油状素的香气 然后很像泡碗汤的那种汤底 因为它小菜也蛮便宜 像这样子一盘也才30元 所以就来试试看 它是那个汆烫的 然后上面有放一些酱汁 汤底铁 像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3点多 有些人下午茶就想要吃咸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 土葡萄味 蛮好吃的 我觉得蛮推荐 好我已经买到天天馒头了 给大家看一下 很烫耶 而且这馒头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颗 很可爱 因为我原本以为是一般我们吃那种馒头很大颗 原来它是这种小型的馒头 那一颗只卖 5块钱 非常的佛形 它里面其实有包红豆馅 对 它里面是有馅料的 它里面有红豆馅 太烫了 因为它外面有炸火 吃脆的感觉 建议大家放凉了再吃 它的红豆好绵密哦 甜甜的 我们买5颗 一个5块钱也才25块一包 我觉得是下午茶很棒的一个点心 我现在人在义中街商圈 上面看到的所有的骨味都10元 因为10元买糯米肠是比较容易保的 CP值最高的是糯米肠 真的 我看到它的这个狗啊香肠 那些全部都是10元 非常的划算 然后我们也点了个小黄瓜 蒋白笋也是10块钱 对啊 这个蛮大一个的 在家的卤汁很好吃耶 这个大的鳳丸也才10块钱 台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它连那个青椒也没在客气的 也超大一片 很大片 10块钱 3个10元的卜舟包 就像加了高丽菜的小笼包 这有点像锅贴 又有点像小笼包 就是它的底部烤到一层焦焦的 有没有 然后呢它又是这样子像小笼包 这种圆圆的 所以吃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包子 还不错 3个10元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这份量蛮大颗的 对啊 今天吃完了这么多台中的10元红白美食呢 我个人真的觉得有好几家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的CP值很高 像那个小厂的馒头1个5元的啊 我觉得那个点心很棒耶 很好吃 10元的卤味也很棒 因为那个当晚餐吃或当宵夜 一定能够吃饱 真甜! 超红白! 真的有点燙 3元! 7元! 43元! 2元! 3元! 3元! 1元!